继续接下去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 前20名Muteki拍过作品的日本女艺人 第十位星美离香曾经非常知名的写真偶像 但因为转型失败而加入了业界 2011年Muteki出道了之后她便加入了 哎 提设2016年10月才隐退 也算是给广大的影迷群众一个圆满的交代 T9为家山三花钱写真偶像演员 旧的一名是小田有沙 2007年因为身体不适等原因隐退演艺圈 而2008年在Muteki出道 加入业界还是2009年的最佳新人可谓是红极一世 第八位安慰薰2021年加入的她 是Muteki目前为止最新的新人写真出道 也曾一度被业界所看好 可惜红得快过气得更快 希望她将来能够有所突破 第七位Hungry原名为板口姓李 曾经当过邪心演员 通过妈妈在演艺圈的地位有着一定的知名度 可惜本身并不争气母亲去世了之后 她的星途戛然而止 实在混不下去 最终在2016年下海出道引起了轰动 出道做大麦可即便如此 她之后也是状况频出 也是一步妥妥的作死反面教材 第六位藤普惠 出道前就是知名的写真偶像藤军团的团长 2009年1月1日在Muteki出道 经历了几次的隐退又付出现在转型做了Youtuber 由于她在韩国那边的人气很高 现在已经是成功的主播了 第五位春菜华一看那对傲人的K不必夺演 一定就是写真偶像了对吧 2010年Muteki出道至今已经非常的自身了 难得的是现在还继续的活跃 第四位众村美语之名的演员史上最富江 而2017年的她出道有多么的震撼不用我多说了 可惜的是她拍片的时间极其的不稳定 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部的作品 是不是最后的一部迷一样的女人 第三位松本蔡奈史 她和第五位的春菜华可以归奈为同一类型 同样的大同样的写真出生至今同样非常活跃 业界进入激战区的战神 但松本蔡奈史则是更加活跃的存在 第二位高桥圣子曾经的水著四天王之名度 绝对的报表被曝光揭克之后 被事务所那边追讨千万赔偿金 而无奈下海虽然身为AV救世主 但她却在业界最困难的时候隐退了 但不管怎样还是要祝福她早日过上平静的生活 第一位三上优雅 她绝对是Muteki史上最强女优美有之一 直到今天都依然是业界最顶级的存在 虽然速敌高桥圣子离开了 但另外一个更强的敌人却出现了 至于她和和被采花 谁能够更胜一筹 我们就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Muteki最出名的 Tapar是女优了 虽然在他们这里出道的知名女优很多 但其实滥鱼充数的也更多都是什么 写着偶像地下偶像 因此也经常收到观众们的口诸笔法 不过骂归骂每次Muteki 有新人推出总能引来话题 心口不依旧是成为绅士的一个标准 而说Muteki最厉害的作品 当然就是这部十周年大作 沾上优雅和高桥圣子两位的共演 王牌对王牌简直无敌 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 和一部VR一起发布 成为了该公司史上最畅销的电影 同时也是2018年第二畅销的业界作品 如果大家一定要找一部来看 那就是这一部巅峰之作了 这样子就像与你这样的电影 有点对王牌简直无敌 蝶胡椒